或许你知道董卓贪财 但你不知道掌权后的他 敛了多少财 拿现代投资金条类比 最大的这种 换算成现在的金两的计算方式 它有6250根 价值25亿3000万 绝非夸大其词 史料记载 出品三年董卓被吕布刺杀身亡 打开董卓藏金的煤雾 只见雾中金有23万金 银89万金 而这一切都来自 洛阳长安两地的王公权臣府中 陵墓中 以及老百姓家中 在世人的印象里 董卓无疑是贪财好色 残暴昏庸的终极大反派 比起演绎啊 历史上董卓的暴行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三弟觉得 演绎里的董卓 多少有点脸谱化了 实际上青年时期的董卓 不仅不冷血 反而骨子里 透露着边境汉子的热情 为了威系官位稳坐朝堂 更是无心荒语 只可惜啊 在权力与命运的推动下 他最终疯魔了 这一期聊聊 董太师董卓 他到底是如何 一步步迈向权力的深渊 视频最后会有答案 大哥好 俺是三弟 现在是三国志战略版的小编 欢迎来到三国百将路 都第六集了 大哥们点个关注吧 董卓出生在梁州陨西 是个地道的西北汉子 你看看隔壁的小园小曹 出道就是东汉集团的高管 咱们这个小董啊 这个岁数 还是一个乡下的种田娃 董卓别传理记载 董卓的父亲 曾是远方豫州的一个小县位 不过从历史上看 估计没给董卓留下啥资源 人越缺什么 就越想要什么 村夫董卓 最想要的就是出人头地 董卓以前的爱豆 是中郎将张焕 他有过一句名言 大丈夫在世 当为国家立功边境 董卓心想 能够在边疆建功立业 就算是出人头地了吧 可现实总是骨感的 董卓既混不到孝帘 也没有人给他征闭 刚出社会的小董 别说出人头地了 连offer都没有 不过 好在他还有一技之长 在那个马瞪都还没普及的年代 骑射要靠双腿夹着马而跑 不止如此 他还能左右开弓 踢球的管车叫没有逆足 董卓就更牛了 他在战场上没有逆手 但董卓真正的杀手锏 是他的搜手能 年轻时的董卓 整天放着田不仲 到处结交梁州的英雄豪杰 还把自家的羹牛仔招待朋友 在古代 私宰羹牛可是违法行为 董卓的大方 让一众好汉觉得 这人能处 像董卓这样 自己嗷嗷能打 又有一批好汉跟随 还善于搞好民族关系的人才 自然就成了官府眼中的高端人口 就这样 董卓从当地聚首那里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offer 董卓入职没过多久 就因为业务能力出众 从俊丽升到梁州刺史的从事 但是董卓并不满足于 当一个梁州分公司的骨干 终于 他等到了一个调去洛阳总公司的机会 刚上任没多久 董卓就遇上了梁州羌人叛乱 董卓立战有功 被赏了九千匹私卷 这时 董卓的高情商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做决策的人是我 但赏赐应该分给大家伙 然后就把私卷全部分给了手下 作为一个领导 董卓堪称是业界楷模 也正是凭着这种手段 他得到了一支忠诚于他的军队 可董卓深知 要想在东汉集团步步高升 不光要有实力 更得有靠山 于是董卓成功抱上了一条大腿 袁绍的叔叔 司徒袁伟 在袁伟的征臂下 董卓当上了司徒府的秘书 董卓看中的 可不只是在司徒府做个小官 对董卓来说 进司徒府不重要 与袁伟的征臂关系很重要 董卓不仅擅长搞关系 而且脑子还好用 当时西凉寒碎作乱 董卓从军出征 被数万枪人银河包围 粮草断绝 董卓这个小机灵鬼 把身后的河流 堵成了一个鱼塘 白天假装想要补鱼补充军粮 晚上偷偷从鱼塘边上撤退 然后决堤 等到羌人发现董卓逃了时 河水都已经深得能养坤了 当时六军西征 其他五军都损失惨重 唯独董卓军队全身而退 凭着个人奋斗和历史机遇 董卓步步高升 从羽林郎宾州刺史 再到中郎奖 前将军 放到现代职场剧里 董卓拿的都属于王道剧本 一个底层小年轻 通过奋斗 走向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 但人的命运 有时还是要看历史的进程 在中平六年 命运把董卓 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董卓还在基层时 每一步都是一个新的台阶 但随着他越爬越高 离职场天花板 却已越来越近 在董卓实现命运转值之前 我们先谈谈 他人生中遇到的两个怨种 在日后 这两个男人 一个被董卓弄死了 一个差点被他弄死 这第一个男人叫张温 张温出身荆州豪族 在朝廷无灾无难 混淌公卿 明明之前从来没打过仗 却突然空降 成了董卓的头 张温的另一个部下 被敌军断了梁道 抛弃资重跑路 董卓吃个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成了孤军深入 董卓好不容易全身而退 却又被张温照到帐下一顿数 如果说董卓对张温是鄙视 那对第二个男人 董卓则心怀嫉妒 这个男人叫黄辅松 跟张温不同 黄辅松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 董卓嫉妒的不只是他的能力 还有他的出身 黄辅松是将门之后 从他往上数三代都是将军 而且和董卓俊力出身不同 黄辅松年纪轻轻就举了冒财 上尉出世就被太尉和大将军 抢着争笔 中平五年 叛军围攻陈仓 黄辅松与董卓一同出征 董卓说快去救援 黄辅松说不挤 陈仓守得住 敌军果然就供不下准备撤军 董卓说穷控莫追 但黄辅松却独自追击 最终打破敌军 队友带不动 还把你卖了 你难受 队友瞧不起你 还carry全场 你更难受 董卓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屈辱 他恨张温 明明自己战功卓著 却被一个无能之背 骑在头上 他更恨黄辅松 凭什么 自己就要从俊丽往上爬 就要四处搞关系 抱大腿 而黄辅松就有漂亮的学历 就有人排着队 给他内推 董卓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 就是出人头地 让身边的人瞧得起自己 尽管这时的董卓 已经是前将军了 但是跟当初那个仲田娃 其实没有本质去 就在这时 一封诏令 送到了董卓的帐下 让董卓走上了那条 未曾设想的道路 中兵六年这一年 汉陵帝驾崩 敌长子刘宾继位 身为国舅的大将军何晋 掌握了十权 准备与袁绍诛灭幻堂 袁绍趁机 劝何晋调董卓进京秦王 在袁绍眼中 董卓充其量 就是原家的一条狗 但他千算万算都算不到 董卓不是一条狗 而是一只恶狼 何晋被宦官诱杀后 袁绍冲入宫中 杀进幻堂 宦官带着小皇帝匆忙出唐 结果偶遇了进京的董卓 看着眼前的小皇帝 董卓的内心 陷入了天人交战 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路 是如袁绍所预料 乖乖地当原家的忠狗 他将以大汉忠臣的身份 定格在历史中 董卓没有选这条路 年轻时董卓的目标 是像中郎将张焕那样 建功立业 出人头地 但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 他却不再满足于 当一个打工仔 凭什么有些人 出生就注定是四十三公 凭什么有些人 因为妹妹受宠就能当上大将军 而我董卓 不比他们更有资格 此前想后 董卓选择了那条 未曾设想的道路 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与大众的印象相反 董卓不是一到洛阳 就大权在握的 从赶到洛阳 到彻底夺权 董卓的一波操作 堪称老谋深算 刚到洛阳时 董卓身边只有三千兵们 他就让手下在夜里偷偷出城 白天在大张旗鼓进城 就这样连续四五天 把自己的兵力 虚报了四五倍 这把障眼法 在短期内 还真就唬住了洛阳人 而董卓也把握住 骗来的这几天 干净利落地控制了洛阳城 董卓进京后的第一个敌人 是车席将军何苗 身为大将军何进的弟弟 本应在何进死后 顺理成章地控制何进的旧部 但何苗跟何进 一直关系不太好 何进死后 部下更是欢迎何苗 与宦官同谋 董卓抓住了机会 派出弟弟董明 与何进的部下联合 最终 董明把何苗斩于宫门之下 而何进的旧部 也全部归顺董卓 何苗死后 董卓剩下的威胁是丁元 某种程度上 丁元就像另一条世界线的董卓 他跟董卓出身类似 而且同样奉召带兵入京 在何进死后 丁元被封为直金玉 都城警卫队 也归他管 丁元有个大孝子 姓吕 明布 董卓又一次使出了 笼络人心的手段 又使吕布 刺杀丁元 自此 洛阳城里再没有人 能够挑战董卓 在产出了所有潜在对手后 董卓终于可以放手 实现自己的野心 而董卓立的名目 叫做费力皇帝 董卓费力皇帝的对外理由 是少帝流遍昏庸 弟弟流邪聪慧 如果没有朝朝上下 一致同意 那善谋费力 就形同谋逆 对董卓来说 权力就是最上头的酒精 他甚至还想得挺美 这流邪 是祖母董太后带打的 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 那我四舍五入 也算半个外期 董卓控制洛阳的手段 可谓是步步为营 只可惜方向错了 努力越多越反动 果不其然 这一举动彻底得罪了全天下 其中带头反对的就是袁绍 袁家坠绪居然施主了 袁绍一怒之下 直接与董卓投铁硬钢 然后离开洛阳 这董卓不敢对袁绍 这个世家子弟动手 索性让袁绍做渤海太守 没想到袁绍非但没有领董卓的情 反而拿着董卓封的官 借机起兵讨伐 一时间 数十路诸侯 起兵为攻 即使到了这时 董卓的军事素养还是在线的 他派遣一支疑兵 装作要在平银金渡河 然后使出精兵渡过小平银 全接了一路诸侯 有史至终 董卓都是那个 有勇有谋 善功心计的董卓 但董卓在战术上的勤奋 填不了他在战略上挖的坑 在全天下的围攻面前 董卓总算明白 什么叫孤家寡人 董卓的前半生 堪称成功学励志典范 相比起早年的步步为营 深思熟虑 晚年的董卓 成为了失了智的行为艺术大师 身处绝境中的董卓 触发了种种离奇的被动技能 他把俘虏的陶董士兵 用布重重包围 裹上猪油 然后从脚步开始点火烧身 被火捉的敌脚 被他直接扔进大顶里碰杀 除了在杀人上玩出了名堂 董卓还成了个经济天才 面对没钱发工资的困境 董卓当场长凯深附体 把原本的足额五珠钱 铸成重量连八分之一都不到的小钱 在距今 差不多两千年前的东汉 愣是搞出了恶性通货膨胀 他还包揽了占星师的工作 当时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 上奏说将会有大臣被杀 董卓说 那我就杀个大臣来影天象吧 于是 他想起了当年鄙视的张温 直接把他鞭斥致死 对了 自带小本本的董卓 怎么会忘了黄斧松 董卓先把他投入大牢 又在黄斧松儿子的求情下 放了出来 他还特地命百官给自己下拜 然后握着黄斧松的手说 一针 这下你服我了吧 看着黄斧松谦卑的神态 董卓终于感到了吐气扬眉 彻底啊 玩脱了的董卓 最终一把火烧了洛阳城 把都城迁到了西边的长安 终于 董卓几乎成功铲掉了所有的阻碍 爬到了权力的底峰 他成了董太师 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魔鬼和恶龙 他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 离历史的深渊也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时 距离他的死期已经不远了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大孝子吕布与董卓的侍女思通 于是勾结司徒王允 亲手杀了董卓 而这个侍女在后世 演变成了貂蝉 但他怎么死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早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平心而论 如果只是追逐权力 董卓不该受到如此骂名 他大可以质问天下 凭什么有些人 出生就注定王侯将相 而他从底层一步步往上爬 却要受到千夫所指 这不就是东汉的齐同伟吗 一个农村的穷孩子 曾经奋进拼搏 最终却成为了权力的傀儡 董卓对权力的渴求 是否也是源自于天生的自卑 在阶层固化的东汉社会 他始终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和对等的眼光 瘋狂追逐权力 以填补内心的空洞 哪怕搭上我自己的性命 我也要上天半死 但最终都化为 压倒理智的心魔执念 从这一刻起 世界线便已收书 当笼络人心的老把戏失灵时 他选择了用血型和恐怖 来震慎一体 恐怖统治 他自以为 只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 就可以推到一切规则 但事实证明 他错了 星百姓苦 亡百姓苦 面对权力的游戏 百姓早已逆来顺受 唯独董卓的死是个例外 全城百姓不论贵贱 都发自内心地互相助 但董卓的残暴 没有因为他的死而结束 在他死后 他麾下的部将群龙无首 互相攻返 数月以后 举城庆贺的百姓 将会沦为史书上 短短的几个字 人 相识略尽 史书上短短的每一页 甚至每一个字 背后都是无数家破人亡的百姓 生灵涂炭的土地 和无法挽回的乱局 至此 三国的残酷乱世 只算开了个头 但这些都与董卓无关了 他的人生定格在了 没有风的魏阳宫中 或许啊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他会回想起 在麒麟山下 策马奔腾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有人问他 董卓 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那 如果能像张焕将军那样 为国家立功边境 我就心满意足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